各位夥伴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2號考前加強時間 我先講解我自己的過程中 我的想法是什麼 去年的考題跟去年講解 我都丟到網路上 前年的那時候還沒遇到疫情 所以沒有那個 來單字題 那這些單字題的話很重要 因為你未來都會遇到 第一個二三四年級會遇到 第二個畢業後會遇到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請大家去找出來 OK那我就不多說 第二個重量百分濃度 重量百分濃度的話 來第一題 我就講個大概就好 那你們怎麼樣後事後會把它上傳 阿園餐廳購買知名的料理啤酒 料理米酒 假設他已存是10 10 好等一下 這個 我重來我重來 因為他沒有辦法感應我的 我的那個 手寫手寫比好再一次 來 那這邊的話是 19.5% 好再來呢 若煮麻油肌一次進貨20打 1瓶0.6公升 好然後請問這一批的乙醇總體積是多少 加個總字的 好那這東西應該是OK的 應該是OK的 很好計算 好或其實正 這個其實 講的不是很好 應該講總重量才對 乙醇的總重量才對 那個我回去再修正一下 那一樣就是 這個百分比 然後呢 這裡一貨進貨20打 1打12瓶 1瓶0.6 就可以算出來 再乘上這個 這只是一個最基礎運算 沒有陷阱 好第二題 食品業場需要配置消毒用的酒精給員工使用 好來 那個請自行購買 使用酒精來配置 OK 那比直接購買70%到75%來的便宜 這個是你們學章姐在食品場遇到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們買題目都是買現場的題目 那這些東西我丟給你們學章姐 他們已經讀完研究所了 前年丟完 這不好寫 這當然啊 因為媒體都是老頭子精心設計過的 你要能理解他很那個的事情才會知道 那假設您需要95%的乙醇多少公升跟醇水多少公升 可以配置 配置配置5公升 這樣子OK嗎 好來那請教一個問題 這裡有一個 等一下好了 這裡 同前方 如果總之你要以您支援我們關係企業的任務 好 根據他們衛生標準作為程序書 這個你們大二下上阿遠的課會講到 你們到外面 畢業後到食品相關 欸我對不起阿遠我應屆考上營養師 我不用去 我不用去做食品錯 營養師要做這個 營養師要會看衛生程序書 信不信有你 該不該有我 好來那使用75%的消毒酒精 那目前廠區只剩下食品級的酒精 35%一瓶06公升 您可以配多少公升 好來有沒有問題 我先擋住 我先停住 一般蒸六殼得到酒精濃度是95% 因為共費點的關係 這也是常見商品的濃度 如果你們以後到生化實驗室 一瓶100cc就好 100cc的百分之百以存 可能就3000塊台幣 可能就3000塊台幣 剛好人在實驗室 我拿給你們看 在實驗室 你們看一下 這個 等一下你們看到 這個就是那個 未變性酒精 未變性一般是指沒有加入 甲醇 OK 那它的那個百分之九十六 寫在哪個地方 看一下 這20公升這一瓶 大概1800塊到1900塊 20公升 但是這個東西 它可能是合成的 它不是食品級的 所以你不能用在我們的食品廠 不能用在醫院 好 那為什麼 因為它我們噴完之後呢 假設這是我們這邊 噴完之後 我可能會進行下個動作 那它本身不能用 但是這個東西可以用在 一個很特殊的食品廠 哈哈 那個 我跟你講 那個多交一點朋友 學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什麼食品廠 來 我問你喔 台灣最有名的是葡萄酒還是威士忌 就相對於其他國家 台灣最有名的應該是 相對於那些國家對不對 威士忌你會比英國有名嗎 不會嗎 葡萄酒你比美國跟澳洲有名嗎 不會 那你要賣什麼 紹興酒對不對 那你要賣紹興酒賣到阿拉伯 你要賣燒興酒還是賣紅綠酒 還是黃酒 這是我騙人的題目 答案是不行 因為回教徒不喝酒 嘿嘿嘿 OK 好 那回教徒不喝酒的時候 他們規定 連廠區消毒的酒精 也不能是發酵的酒精 這是真實的 我們台灣食品廠 我們有賣那個哈拉認證的食品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他們消毒酒精 就會用這個化學的 蛤 再說一次 很抱歉啊 因為你們賣我 我們回教國家 那你們的酒精 不能是發酵的 因為他們 他們的回教教育是不能喝 不能喝酒 那我在消毒過程中 不小心或者我們噴桌面對不對 不小心噴到桌面之後 就可能會有食用酒精污染 很抱歉啊 我們不能做那個 不能做那個 就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說學化學的 我有離題嗎 有 我有離題 因為化學不講這個 但是我講還是在化學裡面 而且是你們未來工作 不好意思我只剩下一份而已 你們自己拿好不好 對對對 因為我預期人不多 來 感謝來支持 好 對 那化學而成 那化學而成 裡面又 只剩一份 不好意思啊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 有毒素的 或者不適合食品級的 所以我猜他可能另外會處理啊 所以你看喔 我這個人常不務正業對不對 不講本科 在講 不是因為你會連接到後面去 好 這邊目前為止這一題 有沒有有沒有疑問 對 找這個 欸 好 好 好 那我算一題給你看 我算一題給你看 好不好 好來 其實我一定會講答案 但是我希望是大家自己算過以後的答案 對對對 好 那我就直接講我的看法 好 好 當機了 等一下 好 欸你說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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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背的公司跟課本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你算對的過程 我會看你的過程 我會看過程 對對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來 來這邊 那 欸 來我們選一題 第二題 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 你選一題 二號好來 那這邊的話 這邊我覺得我應該修正 我可能講錯事情 應該是體 應該是重量而不是 不是體積 欸 先把它劃掉 這個這個對不起 這個我現在才發現 我可能當時出題 沒有注意到這塊 那我回去再求證 我記得它是重量百分比 好 那重量百分比的時候 它就會 比較 誤差 那我這邊可能會假設 假設所有的液體密度都是1 事實上不是 但是這樣會比較好算 這樣比較好算 好來 那我先假設 假設所有的密度都是1的時候呢 來 這裡 這邊 這邊的話這邊 我配置5公升對不對 好來 那5公升的時候 5公升 它的濃度是多少 70% 好來 那這個公式的話 就是那個 濃度 乘上體積 濃度1號 體積1號 等於 濃度2號 體積2號 好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濃度乘上體積是什麼 融質 融質嗎 OK 濃度一下子 如果再多說一句 我這裡有 有一公升 然後呢 我丟了10公克的鹽進去 突然呢 我在加水加了9公升進去 變了好大一杯 我總共有9公升 請問我裡面的鹽 沒有在外加 請問9公升裡面的鹽 總數是多少 還是10 沒有變對不對 好 那請問它濃度 是不是就下降了 所以呢 這時候它剛好 利用這個公式就是 濃度乘上體積 稀釋前 稀釋後 只要它 它的 總 莫爾素 總值不變 總重量也OK 因為都是一樣意思 不變的時候就是 濃度乘上體積 等於稀釋後的濃度 乘上體積 稀釋後是5公升 乘上70% 稀釋前呢 您需要多少95%的乙醇 好 那乙醇 它已經告訴你濃度是多少 95% 好 那請問你要需要多少體積 好 x 好 來 其實對不起 應該要講重量才對 這個我回去再仔細求證一下 因為那個 我有時候發現 好 這樣算出來之後 請問這個x的時候 算出來是體積對不對 好 那我快速算一遍給大家看 那 我就 對不起 我就往下滾 橡皮擦 標準出 OK 好 不對我可以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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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樣子算對不對 我用藍色筆來運算 那也就是說 我的 我這邊直接消了好 我直接把它顯成x 然後 然後 100 100消掉 95移下來 70在這邊 好 那5公升 這就是它要的東西了 好 那但是有個地方 有個地方就是說 請問這算出來是酒精的體積對不對 那是不是還有一個是純水的體積 怎麼做 就是5公升 減掉x OK嗎 好 來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們學生進來必備的問題 那 我這邊 我就故意 會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必備的 這個是70%的酒精 好 那這個東西叫做血清瓶 那血清瓶本身它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脖子的地方是1公升 那1公升其實它之後 會跟溫度有所改變 好 那一般我們 但是這個東西因為是消毒用 它不是化學精準的定量分析用 不需要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我們就會用這種 95%的酒精 用那個pump去打 打打打打打打 打到這一條線 打到這一條線之後 剩下要加的水就在這邊 所以我們配 從95%的酒精 要配這個70% 因為我喜歡用70%比較省 省一點點 它需要這麼多95%的酒精 需要水就這麼一點點 有沒有感覺 這邊寫736.8公升 對 OK 先這樣子 那以後再教你們用那個 用密度計去算那個東西 好 這樣子有沒有那個概念 對 對 那這個後續如果我發現 我 那個體積跟重量搞錯的話 我會在考題上 或者當天我再仔細強調這件事情 好 來 下一題 好 那 同樣的狀況 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 中間我們還有兩週 一週多的時間 隨時讓我知道 再來 老江今年80歲 有高血壓跟心臟病 腎臟功能正常 這個是屬於散療裡面的題目 你看小弟我為了出這一題 還爬了一些散療的文章 老江早晚量血壓其平均收縮壓是170 請問這個單位是什麼 那這個單位我爲什麼出這一題 因為我們保雲系一定要知道這些數據 包括我的長輩是三高的高風險區 所以我是他們的後代 我也是三高 所以我經常量 所以我辦公室放了一個 血壓劑我在家裡也放了一個 好 那170這個東西的單位 你們去查就查得到 好 毫米拱柱水銀 那請問這樣的收縮壓 如果換成水柱的話 請問是多少 好那這邊我來講一個故事 我來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很有趣 就是 在古代的時候 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我這裡假設有一支管子 有一支管子 好那我就用抽氣的方式 假設阿元喝珍珠奶茶 阿元喝飲料 這邊有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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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奶茶 這樣喝是不是喝得到 這是我們生活習慣 OK沒有問題 但是呢 這根吸管的話 如果加到這麼高 他就這樣 假設我的嘴巴很厲害 吸力會這樣 吸珍珠 吸奶茶 會發現 如果我站在四樓高 的時候 我吸吸吸吸 就吸不起來了 為什麼 阿元你嘴巴太爛了 不是 這個是大概16XX年 那個年代發現的事情 我吸管 就這樣吸 就吸不起來啊 沒辦法 就吸不起來 後來才發現 不管你怎麼做 你用這種吸力的方式的話 他這邊的高度 大概是10公尺 吸水喔 吸水喔 那更精準一點 叫做1033.6公尺 有沒有印象 公分 講錯 公分 有沒有背過這個數字 很熟對不對 1033.6是什麼意思 10公尺又一點點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是阿元站在四層樓 假設一層樓三公尺高的話 我站在四樓高 我吸管是12公尺 我要吸珍珠奶茶 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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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到人都已經快扁掉的時候 很抱歉 他的吸管 他只能到達10公尺高 OK嗎 好 所以這樣子發現 喔原來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OK 那我試試看 什麼東西是液體 而且又很重的東西 我就不用跑到四樓做實驗 有人就想到這個東西 叫做 水銀 水銀 水銀的話 請問這樣是多少 76公分左右 76公分左右 我們就不講數字 是不是76公分 有沒有感覺 好 那76公分的話 是不是760mm 好 那今天阿元涼血壓的時候呢 它有個舒張壓 有個收縮壓 有沒有發現 我一直扣著我們寶雲系的主題 對不對 不是化學而已 我們一般只要講 就是140 收縮壓140 書章要90mmHg 算是臨界點 超過這個就有警覺 OK 那請問140相當於 這個單位答案是什麼 MMHg 好 請問這樣收縮壓 如果換成水柱的話 等於幾公分高 按照數學比例 來 換算成水柱有沒有問題 760還是762 我忘記了 其實很簡單 只要 133.6除以13 拱的密度就是13.6的樣子 沒關係 就是那個 我不記細節的 就是乘以密度的話 它兩個數字是一致的 好 來 那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是7 7 762老家是76mmHg 你的水銀是 你的壓力是170 會等於1033.6乘上一個x 這是數學比例 阿遠最常用的就是國中數學比例對不對 有沒有這樣你們積分 積分 舉證 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保運系好處就是 至少我的範圍內 用這種比例式可以算出很多東西出來 OK 這樣子OK嗎 好來 那我就繼續往下走囉 好來這裡 老江年輕的時候經營汽車保養廠 知道汽車小客車的輪胎壓力是達到32 你們摩托車也騎摩托車對不對 來摩托車打到多少單位 多少數字多少單位 也是PSI大概26 你們騎摩托車的 你打到32的話會不會 就一直跳一直跳 OK但是你後座有載載人的話呢 你後座就高一點 因為後座沉重引擎在中後端 好那像我們汽車我們就打到32 請問這個32PSI 叫pounds per square inch 每英寸每平方英寸的磅數 那這個自己去換算 這個我沒有被 這個東西都查的到 你就查公開單位都查的到這個 這就是故意把生活上的化學 帶進來這邊 老師我出完這題我就馬上丟給很多單位 出的太漂亮了 不是考導能 而是說未來你們在研究所 你們在資產上會遇到的 那如果說把174個血壓的單位 換算成這個的話 請問是多少PSI 這個也是用比例換算 用國中的那個比例就可以換算出來 OK好再來 衛生福利部建議每日鈉總量不宜超過2400毫克 好那但是國人設食大概是4500毫克的鈉 就是營養調查 國民飲食調查出來了 醫生給老江建議就是說 要限制鈉 這個鈉我們一般我常強調就是指鈉離子 不是指鈉元素 鈉離子 每日設食在3000毫克之內 好來那假設老江的生活型態 一半鈉來自自行在家裡烹煮加鹽或在家醬油 那這1500毫克的鈉等於寒點的食鹽多少克 大家都背了一件事情 就是每日建議3毫克 3公克就是3000毫克的鈉 對應到6公克的鹽巴 請問這6公克5公克 我記得是6 請問這個2400的鈉 對應到6公克的鹽巴 請問這怎麼算 來這邊呢 NAS多少 23 23還是23.5 我假設23好了 現在23 好來 綠呢35.5 那所以他總共加起來是多少 總共就是 58.5毫 好 那現在呢 你這個人很奇怪喔 你說你這個地方是 不要超過2400mg 那醫生說老江不要超過1500mg 那請問那2400mg對應到多少毫克的鹽巴 老江要吃多少克鹽多少克的鹽巴 好來一樣數學題對不對 我換一個顏色我用綠色好了 2400當分母一條線拉過去分子是23 再拉一條線這邊是x 是不是很這個比例國中就ok了 國中不行你私下跟我講我再教你好不好 ok好這樣是不是 欸對不起對不起 我畫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我沒想到這邊再這麼低 2400當分母23 那的當分子 x呢是我們預計總鹽巴數 這邊是58.5 就算出來大概是6公克 那老江呢建議他是1500毫克的那 那1500毫克的那的話 分母1500分子23 單位可以不用管他因為你可以對銷掉 這邊是x這邊是y好了 這邊是用y y當分母的時候分子是58.5 就可以算得出來 先算不行下禮拜我們再來 去理解那個過程 然後去理解那個過程 那我們就 那等一下我這個檔案再傳給大家 ok 所以這次我最想大學我最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 老師學筆記 學生學心得 ok 好 好這邊忽略食鹽加點 跟您抗您快記的所佔的重量百分比 這個忽略掉 好來 老江的孩子阿福知道了之後呢 就買給長輩減納鹽 好那假設重量百分比 綠花納50% 綠花甲50% 重量百分比 一半一半 忽略加點 忽略抗您快記 好 如果使用這樣的減納鹽 剛好達到1500毫克的鈉的時候 請問需要減納鹽共多少功克 哈哈哈哈 這裡爆男的 但是 你會發現 你們要當營養師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不是要基本計算 不要我才大一二一 我不要當營養師 我當會計師 會計師也難考 好來 ok 但是相對起來 我最簡單的話 是不是上面這邊 上面這邊的話 是不是已經算出來 1500毫克的鈉對不對 如果 你這算出來這個數字的話 假設這邊數字是Y 是Z好了 然後 這數字Z的時候呢 這邊的時候呢 你含有 含有減納鹽Z的時候 不就符合他的要求嗎 但是請問減納鹽100%都是純氯化鈉嗎 不是喔 他還有什麼 50%的氯化鉀喔 那所以呢 答案就是2Z 卡住 請說 請說 來 這樣的話 就是說 我為了吃到 氯化鈉 1500毫克的鈉 事實上我的氯可能就 1600 1700 1800 兩個加起來就有一點數據 對不對 但事實上你前一題就算出來啦 前一題就算出來說 1500毫克的鈉 相當於含點的食鹽多少 你就算出來這邊喔 多少 23比上 58.5 這邊呢 1500mg 這邊就是xmg 但是我這邊是g喔 你要mg跟g自己換算喔 這z啦 對不起 這不是z 是不是就算出來了 好 那z的時候呢 但是這個z呢 如果你是減鈉岩的時候呢 它是一半來自氯化鈉 一半來自氯化鈉 你為了滿足它的氯化鈉已經在這裡囉 所以還有一份同樣一等份的氯化鈉 也是一個z 所以答案是2z 在這裡 進一下 進一下 第三題爆難的喔 因為第三題是連環扣喔 任何問題 好 沒關係 我們下週還有機會 那這個禮拜 那個有時間 有事再找我 我只要在學校 我沒有出差沒有去外面忙開會的話 那我我我都在學校 我們可以再來講一遍 講十遍我都ok 好再來 請問這個時候的氯化鈉是多少克 就是z嘛 這邊 請問 甲 甲離子的重量是多少 請問甲分子量是多少 原子量 39還是40 39 我記得是39 對不對 來幫我查一下 甲是不是39 好來 那 欸 對不起我 39吧 我老人家不背那個東西的 來這邊 那也就是說 第三題喔 對不對 來第三題 他的話 我們知道說他是z的重量 我沒有算 我沒有背 我沒有背 只是說我都是用推倒的 年紀大了 推倒的很順 不會計數字 這邊的話 其實他有多少呢 這邊的話 其實他是 甲 39 率 35.5 好 那請問他的甲離子的重量是多少 那 39加上35.5是多少 74.5 74.5 那也就是說 74.5相當於z 再一次喔 74.5相當於z 再一次喔 74.5相當於z 等式一拉 等式一拉就出來了 那你說可以這樣子拉嗎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往下拉 等一下我先再加一個頁面 OK這樣就可以寫了 但是阿遠你這樣看起來很奇怪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寫 你也可以這樣子寫 你說 一個分子 綠化甲是74 總共74.5 甲加39 那會等於z 這邊是 你目標的 目標的甲離子 一樣 他一項而已 都是一樣的東西 也是國中數學比例對不對 好 那這個算完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一題給算出來了 好 請注意 注意他單位是毫克喔 所以我會顧你注意單位 來 請問這些東西相當於多少mol 這個重量變成功課 功課之後再除以39 就是他的mol OK 好 這最後一題最難 爆難的 好來請問 如果這樣的東西泡成水之後呢 最終體積是1.5 請問濾離子的濃度 mol濃度是多少 我畫圖你就會了 我畫圖你就會了 來這裡 他現在是不是有Z功課的 Z功課的NACL 請問這邊是幾mol 就 Z 除上 58.5 對不起沒有寫好 58.5 就是等於他的mol數對不對 再來 他有Z功課的KCL 他有幾mol呢 Z除以74.5 74.5 等於 假設這邊是Amol 這邊是Bmol 那 因為他是整個氯化 他是整個氯化 那就是一個mol數 他也是等於那離子單獨的mol數 也是等於氯離子單獨的mol數 這邊Bmol的時候呢 我換個顏色 Bmol的時候代表 綠化甲 這不顯然Q了不好意思 綠化甲本身就是Bmol 接下來呢 他這邊會有多少呢 會有甲就是bmol數量 我們不講濃度 綠 CL寫好一點 CL也是bmol OK嗎 那所以請問 他的綠離子總共mol數是多少 A加bmol plus OK那請問他的濃度是多少 好 30秒想一下 所以這樣子 有沒有抓到 所以故意什麼 它鈉研的重量 氯化鈉的重量跟氯化鉀的重量一模一樣 都是Z公克 但是它默數完全不一樣 OK 那所以變成這樣子的話 再處理總體積1.5的時候 就可以算出它氯離子的總 莫濃度 沒問題 那個我回去會把影片上傳 你再去重看一次 然後我們下週可以再討論一次也沒問題 再來 來從此之後老江過著幸福的生活 突然看到呢 兒子買給他的檢納岩裡面的含有 他標示寫著含天然放射器假事實 心裡在想 然後這張放射器讓我最近咳嗽體重下降 我一定得了癌症了 那所以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況就開始那個 好來 請問 假事實請問這個事實是指哪兩種粒子的總和 Proton and Neutron 來自己去找 OK 這個再來第一張 我有忘記哪一張了 請問 假離子衰變其中89%會變成鈣事實 如果放出電子的時候 請問這是哪 常見三種衰變的哪一種 常見衰件 Alpha particle Beta particle 還有一個是Gamma ray 所以這屬於哪一種 這查得到 這個 我不曉得課文有沒有 但是這是我們保養器該知道的 那如果要擋住這樣子的放出電子的衰變的時候 請問 您要用什麼東西來擋這個放射出來的 答案請看課本第第四章第五頁 這樣子OK嗎 好 所以其實讓大家去看過一圈 我難怪你們現在大三的學長姐對這份考題和那個 C小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們以後當病人做衛教的時候 你必須知道他的狀況 你要拿科學知識去跟他講 假設老將一人一年吃掉五瓶的這種低鈉鹽 一瓶三百公克 那裡面百分之 一半的重量是氯化鈉 一半重量是氯化甲 請問他一年從 從低鈉鹽吃到的 甲四十字輻射量有多少 毫希幅 好 那 平均一年的 背景值是多少毫希幅 好 那老將去醫院照X光的時候 請問是多少毫希幅的量 資料給你們 以原子能委員會的為準 以及 低鈉鹽活度對照表 他會告訴你 這個都是 gov.com gov.com 政府單位資料 不是那種 我賣給你那種亂七八糟的資料 不是喔 他是有公信力的資料 去查 先查 這個 查不到下周 我沒有被答案 我都是考前再算一次 或者我去看一下那個 再來 再來 所以你看 第C小題就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 讓大家做 衛教的題目 再來 D小題的話呢 老將知道放射線對人體有害 卻不知道也可以帶給人類安全 例如他最喜歡吃的馬鈴薯 經過造射之後呢 可以抑制發芽等等的 請問 根據台灣食品輻射造射處理標準 可以用在馬鈴薯的輻射源 包括哪一些東西 請問他最高造射機量是多少千格雷 這個是查題目 去查這個法規叫食品造射輻射處理標準 這是故意讓大家去讀食品法規的 去查那個題目 食品法規不要查別的地方就查 全國全國法規資料庫 衛福部資料庫 其他的就 其他的不要看 對不起 好ok嗎 好來這邊 主題C 緩衝容易PH值 稀釋等等 適合人類生理食鹽水的是0.9%的氯化鈉 微生物實驗用的是0.85%的氯化鈉 常用在C4E有三種 磷酸水溶液 0.85%的氯化鈉 跟Peptone water 根據食藥署的資料 微生物檢驗方法裡面 這邊的話你們可以去找這一塊 裡面公告法提到說 我要配置生理食鹽水取氯化鈉8公克 溶於水1000毫升當中 請問 這個地方 不好意思那個畫面不太好 這個地方的話 他的定義跟化學重量100%定義不一樣 請問他這樣子作業的時候 他的氯化鈉 百分比用化學定義是多少 這個你們只要你們 畢業後到實比掌公司上班 你85%的機會會遇到這一題 你就會知道原來大業的時候 老頭子幫我們打底就是這樣子 來定義是什麼 分子 你的目標8.5 分母 所有東西加在一起 所有東西包括什麼 1000加8.5 8.5 搞定 算出來是小於8.5 OK OK 站點一下 我去把那個燈關掉 你們想一下 好 OK 來 再來下一題 為什麼這麼在用這一題 因為 這一題是我在博士班的時候遇到 我一直解不出來的問題 後來才發現說 微生物裡面用的百分比跟化學用的百分比 定義有一點不一樣 那 定義其實只有一種就是化學 但是微生物它有一個就是 慣用方法 我這樣說好了 假設 假設阿元當過校長了 那阿元已經退休了 你們還會叫阿元校長 會 這是慣例 為什麼 江校長好久不見 我都退休那麼多人 別叫我校長 不是 他還是習慣叫校長 對不對 那像陳主任 假設 假設他會調去做另外一組的組長 那我們見到他還是習慣稱他成主任 這個就是一個 他明明已經不是主任 他去當某個地方的組長啦 但是我們會習慣 這是一種尊敬 對不對 好來 那所以呢 我們這是一個民間的算 微生物他會把這個 0.85%口語上 充滿0.85% 事實上他不是這樣做 他是取8.5克加上1000毫升 他跟化學定義不一樣 而且 你們未來的話 你們未來等你們更那個的時候 這東西就是維生物培養機 那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邊會有一個 對不起老頭是眼睛不好啦 這邊加40公克的powder就是粉狀的東西 加到1公升的水裡面 所以他不是4% 他是40公克比 1公升 來你們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他要寫 他取40公克的powder Suspended in one liter 這邊 Suspended 40克 後面是1公升的水 所以呢他總重量量是多少 1公升的水加40克 所以他不是40%喔 他不是40% 他不是40% 他是 比40%再小一點點 所以 維生物用的東西 包括這個東西 他的那個東西 你要仔細看喔 珍貴的話 如果你要配置 0.85%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你知道嗎 這邊不能用 這邊不能用 1000 這邊要用1000 扣掉 8.5克 加上這時候加上8.5克 總分母才是1000 但事實上 微生物操作的時候 口語上的微生物操作 不是這樣子 所以下次你們去檢驗公司 你們去哪邊都問清楚 你是怎麼定義的 這樣子OK嗎 因為這其實是你們畢業後 去檢驗幫食品 一定會遇到的 但是回到大域最基本 我交到這裡 我一定要提醒這個 那未來遇到的 沒關係 Email給我喔 再來 根據公告法 然後 這也是你們未來也會遇到的 磷酸緩衝容易 取34克磷酸二氫甲 溶於水 500毫升 以1N的氫化氫氧化鈉 把它調整到PH7.2 一點點而已 不用加很多 再加蒸餾水 成為1公升 讓它最終體積是1公升 滅菌15分鐘 儲存病相當作原液 使用時取1.25 加入蒸餾水 成為1公升 然後再分裝再滅菌一次 OK 請問 磷酸三個可解離的氫 其PKA是多少 這個查得到 你們先去查 然後你可以丟到群組裡面去 我幫你看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去查Pubbcam Pubbcam為主 所以PKA的時候 我故意在這邊導入PKA的時候 你們到了大二上的生化 尤其氨基酸PKA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聽第2遍第3遍 這才是我要強調的事情 再來 當量濃度 1N的 0N 0OH 等於多少N 這個是送分體 節離一個 1N就等1N 再來 同上 請問這個水溶液pH7.2 表示水中氫離子的濃度 是多少m 可以使用科學記號 來這裡會不會算 這邊 我們說pH它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按照定義來背號 把它取log 把它 乘上-1 1 就會等於7.2 好那我就逆回去喔 7.2版-1拿掉了 要變成-7.2 不取log呢 不取log的話 就是10的-7.2 那這個東西就用計算機去打 OK嗎 可以喔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要講喔 好請桌 App你有沒有裝那個 那個 App 工程計算機的 那我先用我的給你看 來這裡 會長得很像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 那每個操作方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可以從 10 的三次方 那三次方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這個 這邊有個 這個符號 打鍵盤是用這個 那如果你們是用那個的話 我會建議用 應該是XY這個 對 XY也是吐出一個這個 來多少 括號 三次方對不對 那10的三次方我們都知道答案是多少 1000如果跑出來答案不是1000代表操作錯誤 來 你看 1000 所以操作是正確的 好再一次 10 10 按下次方 會跳出一個 帽子 我自己習慣 我自己習慣 括號 負 7.2 來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這串 負7.2 按Enter 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怎麼寫 科學記號就是把它變成 來各位看到 1 2 3 4 5 6 7 8 6.3乘上10的負8次方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們算過一次之後 到大二的時候老師提到PKA計算你就會有概念 以後甚至說你到食品廠做研發的時候這塊你就會有概念 OK 我加速一下因為我三點有課所以我加速一下 來這邊 磷酸氫二甲的化學是 查得到 分子量查得到 比較好的方式我會建議你們查Pubchem Pubchem 真的不行再查Wikipedia Wikipedia OK 這樣子的時候請問 配成1公升起食磷酸鹽類包括各類解離跟胃解離的請問總濃度是多少 算得出來 前面這邊去算 怎麼算了這邊 他說 取34公克 取34公克 最後定到1公升 所以這個很好算 1公升就1000毫升 34公克 然後算他的量就算得出來了 你知道以前大三我這個人多機車嗎 34公克純度只有90% 食品添加物的時候 請問你要取多少 乘上90分之100 就是要取的量 因為純度只有90% 所以取更多就乘上90分之100 那這個題目沒有這個東西還算還算科技喔 而是不過是 有一個人多的 那 約 你 恭喜 恭喜 剛好答案是這邊 這罐就是磷酸二氫甲 剛好今天整理才看到 你可以拍照 把袋子拆掉拍照 袋子拆掉比較好拍 可拆 這是他的好兄弟 磷酸氫二甲 你們可以拍照 二金甲 磷酸 磷酸 我後面看一下有沒有庫存 我們這裡有鹽酸 油酸等等 但是 要幹壞事很簡單 要幹壞事很簡單 我高中就想要去買甲本了 變成三硝基甲本 但是那個不容易點燃 消化甘油可能比較好做 我那裡有 有一些甘油 來 我跟各位講 這個東西 我們配的時候 我們在讀大學的時候 基本上不會配到 到大勢的時候 有時候學長會教 但是我們真的要讀這種罐子 在研究所的時候 那變成就是因為 老實講一次你五六十個人過來 會受不了 人少少的 反而說大家有願意學 就慢慢講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要的東西 好來繼續我們下講囉 這題 好來 那這邊的話就是34公克 算他的分子量 取到摩爾素 摩爾素再除以1公升 答案就出來了 好來 那這邊再取原液 0.1 1.25 配置成1升 這邊可以用那個 C1 V1等於C2 V2 或者M1 V1 對於M2 V2 看你被哪個公司都沒關係 好再來 公告法裡面呢 那個那個 蛋白洞稀釋液 取蛋白洞一公克 融魚蒸六水 是成為 1000毫升 所以他是最後成為1000毫升 不是加1000毫升 仔細讀他的數字 好 分裝於C4容易的裡面 經過滅菌之後 走走走 來請問 這個東西主要是用 peptide bond串起來的 請問構成peptide bond的 種族寫刀要叫做NCC的骨架 請問各式何種見解 是SP2 SP3哪一個 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大三學到 我自己在大三學到生化的時候 老師強調的課程 所以你看我故意就是 從一個滅菌變成那個 蛋白洞的水再變成這一塊 對 NCC 從左到右 這三個各式用什麼 N到C 它本身是什麼見解 它是什麼樣的 它是什麼樣的 你們這班還是我這班 我前年有強調它 配不太棒的長相 因為之前我記得講到這個我都很快速就帶過去了對不對 那這個下學級的有機化學我會再講一次 對 那最簡單的講 沒有這個了 然後你看到它接四隻手對不對 一二三四隻手全部都這個 如果它有一個雙劍 它就是這一個 所以NCC看這三個原子的時候是哪一個 我不要今天給你答案 我不要今天給你答案 但是考前 我可以讓你找到答案沒關係 因為這東西你要學學到會的話 像我最近翻譯了一個東西 我是第三遍才看懂它在幹嘛 去年我就讀過一遍 然後 不是英文問題 英文 我英文差是一回事 但是它要程度 我下週 一定會講 但是你們先去查NCC 蛋白質NCC 或者你去查Peptide Bump 就找得到這個 好再來 沙菌服是輔制錯掉了 來 沙菌服人造的壓力環境 19世紀 建立了滅菌條件 請問沙菌服121度C 請問內部壓力是多少 表壓力是多少 我們有一台在旁邊 在大冰箱旁邊 這個可以去查 什麼叫內部壓力 叫絕對壓力 什麼叫表壓力 它呈現出來的 的壓力 來OK麻煩你們過來 這邊看一下 這邊有個內勾壓力表 他現在有沒有看到內勾壓力 看最上面白底黑針的那一個 請問 可能現在一大氣壓怎麼會0 好對 叫表壓力 也就是他會 這工業上就是 壓力多少 自常生活的嘛對不對 沒了 這個 發現我考慮這個研究所跟現場 直接連貫的 所以 你看我出完這題目 這多多臭屁對不對 好來 OK 好那這邊都查得到 表壓力是多少 你們可以查得到 好那有問題的話 考試前再跟大家解答 OK 再來 同樣前面的話 在食品場或中央廚房 使用旋轉壓力鍋的時候 產生蒸氣導熱的話 進行烹煮食物 請問 一般的壓力表頭 是絕對壓力 還是表壓力 你看他在休息時間 是0的時候 就是表壓力 OK好 假設水蒸氣100度C 此時一末的水蒸氣 在一大氣壓的時候 體積是多少 回去查 記得PV的NRT的T 不是100度C 是100加上 273 有印象 沒關係 你們先計算 我們不是要 我看到算是對我基本上就會給分 我們算邏輯 來 員工小美非常謹慎 他知道1公克的 100度C水蒸氣 凝結成水會放熱多少 卡 不是大卡 卡跟大卡哪裡不一樣 差1000倍 好 那請問 1公克的脂肪 幾大卡的熱量 9大卡 那也是把1公克的脂肪完全燃燒之後 可以讓 1公升的水上升 9度 好 那如果是小卡呢 就是1公克的水上升9度 但是大卡小卡就差在這邊 你們發現這是我們營養系要讀的 所以你們每個都扣清我們營養系的對不對 1公克的水降溫到30度C的 1公克的水蒸 對不起 這是水會放熱對不對 你解成會放熱 1公克的水降溫到30公克的水 水對水 不是蒸氣對水 會放熱多少 那假設噴到我的身上 降溫到40的時候 他先第一個 先從水蒸氣變成水 放熱 叫 多人叫什麼 氣 那個叫 一個叫融化熱 然後逆回去會吐出的是 凝固 那這邊是 那個 變成蒸氣 他必須1公克吸收540卡 小卡 540卡 然後從蒸氣退回來水 放出540卡的熱量 這邊80這邊40 所以你被蒸氣燙到的話 一直噴的話 噴一點點小事 一直噴的話 不堪設想 因為他的 他的那個向轉移的時候 放出熱量非常的多 OK 你看這就是職業安全 我又把職業安全給 融到我們題目裡面去了 那個他的同事小健有鍋爐證照 我差點去考 所以 我有抑壓證照是另外一個 是學校送我去考的 公司的鍋爐有 一氧化氮蒸刺器跟自動蒸鍛器 這個是我在 某某學校 現場房長 學到的東西 營養師跟我講的 學校營養師跟我講的 所以這都是 他說他們的設計不好 所以後來就把他變成考題 請畫出一氧化氮的分子 重點是有幾個鍵 CO幾個鍵 好 一氧化氮分子量是多少 C12氧16算出來 空氣平均重量是多少 平均分子量 所以呢 一氧化氮重還是比較輕 所以 瓦斯 鍋爐一氧化氮蒸氣 裝在上面還是裝在下面 你看老頭子就把 我們職業安全接近來對不對 好再一個 天然 瓦斯偵測器一個大概500塊到1000塊 天然瓦斯 會飄上去要裝比較高 桶裝瓦斯比較低 要裝在下面 請問開南大學用的是桶裝瓦斯還是天然瓦斯 我們在 宿舍餐廳在學生餐廳用的是哪一個 桶裝 天然 桶裝 天然 沒關係 健身房有沒有去過 健身廣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房子下次打手電筒去看 我們 學生餐廳 在吸煙區 摩托車那邊常出路走道不是有吸煙區嗎 外面有個水泥房 我大二一定會帶學生去看 裡面用的是50公斤的桶裝瓦斯 所以呢 桶裝瓦斯一般是丙碗或丁碗 所以它的 分子量比空氣還要重 所以它偵測器裝在下面 老頭子出題很厲害對不對 把職業安全跟化學全部借起來了 這需要功力好不好 但是我希望說大家聽過課之後呢 安全也顧到 好來 然後呢這個是 鍋爐呢定期來除水垢以免爆炸 也會提升加熱效率 請問容易新增水垢的是 哪 兩個鹽 去查一下就知道 就兩個 也是人體必須的營養素 水垢是屬於 合金 有機 金屬還是 離子化 好結束我們休息了 老頭子要準備上課 因為它是陽離子跟陰離子合在一起 對那怎麼做 你要勾勾的話下次有機會 我讓你看那一台我洗勾勾 因為它不只勾勾 就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滅菌符 因為我碩士班做過一次 我碩士班的時候 我讀研究的時候那個很髒對不對 我就拿檸檬酸 丟進去然後讓它沸騰 我就不蓋起來 蓋起來就會升到121度 我不蓋的時候就沸騰 煮開水 煮煮煮煮 下面不鏽鋼 哇亮晶晶的 我不洗是因為我在等時間要拍 拍影片跟拍照 那個東西就把鍋垢 跟一些東西洗乾淨 那 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所以你們到時候 尤其到哪邊 到 高雄屏東 那邊的水質 種水 很容易有鍋垢 所以你們去那邊當食品祭司 當營養師的時候 這個都要注意 老人家出題多注重這個東西對不對 OK來 那我們就先休息了好不好 因為我三點要上課了 好 隨時在 隨時在那個網路 那我還是 好 好